大家好,这里是一鸣说国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五角大楼回应中俄军演的事 就在不久之前,美国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就中俄联合军演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他表示,总的来说,美方对军事演习没有意见 他们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 美国将继续与他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合作 并且宣称,他们相信这些联盟和伙伴关系是美国拥有的真实独特的优势 但是在听完了其发表的回应之后,多家媒体均表示道 这是美国政府和军方一贯爱使用的说辞 并且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而这是否也表示美国已经失去了对亚洲的控制呢 就在不久前,中俄海军在俄罗斯彼得大地湾附近海空域 就跨昼夜返潜编队防空等科目展开演练 随后,中俄海军组成联合编队自彼得大地湾海域出发 横渡日本海,首次经金青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穿越了大雨海峡之后,抵达东海海域 完成首次海上联合巡航 然而日本对中俄如此大规模的军演却颇有微词 日本自卫队的前高官就在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上提及此时称 中俄舰队围绕日本航行,这是日本所不愿看到的 并且声称,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从来没有通过台湾海峡 这是照顾台湾和大陆方面的感受 并且表示,中俄舰艇编队实际上是在环绕日本航行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衅行动 全个有用 其实,日本产生出这样的想法也实属正常 近年以来,日本政界多次就所谓的中国威胁和台海局势发表不当言论 甚至有了与美国联手所谓的防卫台湾极其危险的言论 可以看出,日本已经将中国视为其在东亚地区最大的竞争对手 同时,美国频繁插手东亚和南海地区的事物 也是在传递出一种地区化世人的意味 而此次,中俄海军的联合巡航有着如此多的首次 也是对美日两国在地区霸权上的一种驳斥 凸显双方对相关国家屡屡挑衅的软威慑 从而引起了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的震动 就在前不久,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档节目上表示 美国确定会在台湾遇到所谓的武力胁迫时出兵干预 然而这一表态迅速遭到了白宫和美国国务院的否定 也有媒体表示,这体现了美国已经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的小心翼翼 中国对待亚洲和南海的态度是一贯的 中俄两国共同释放出这些信号 有着明显的硬度、强度和广度 捍卫地区和平稳定是中俄共同的选择 而这种稳定力量也必将得到大多数周边国家的坚定支持 考虑度为的 感谢观看